我們先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我現在前面兩個鏡頭對不對 你有沒有覺得這樣 右手邊這個是原本有廣角的 我先給你看沒有廣角的 有沒有差 但是你們有沒有用過這個 有人有用過嗎 你的手機 因為大家現在應該都知道 你如果喜歡自拍的人 你都不覺得頭好大一顆嗎 所以有人就會買這種東西 廣角鏡啊 讓你的手機有比較好的視力啊 所以我這裡有寫一篇文章 在哪裡 在這邊 教材裡面好像是第幾個 第13個 其實這個東西你也可以去買 因為我剛好上禮拜去逢甲夜市 我發現這個鏡頭39塊 但是我沒有實際比較一下 這個是兩用的就是有微距的跟廣角都有 它就是這裡 這個可以轉開這樣子 就是這個啊它是可以轉開的 所以它有兩個 一個是微距的 然後這個是微距這個是廣角 好就有兩個啊 所以把它鎖在一起也是變廣角這樣 那我只是 其實不只可以用在手機 我只是把現在這個鏡頭 夾住 我現在沒有夾得很很很對 這樣有沒有覺得比較廣角一點 可是我們一般廣角它的缺點就是 大部分的啦 旁邊有沒有發現會比較模糊 中心地帶會變比較清楚 但是就是旁邊會有一點點的模糊 一點點模糊 當然有的喔 有的品牌它有特別強調 這個模糊的現象會比較不明顯 可是其實你也可以用在我們網路攝影機裡面 等於說如果你買的時候 不像我買這種是廣角的 那你就買這一種的 現在幫他戴個眼鏡就好了 反正各位都很會配眼鏡嘛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的話 有沒有這裡有很多種 其實你網路上找一堆 一堆喔 那但是你就可以幫你的網路攝影機改造一下 這樣也可以有比較好視野 尤其有些人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在開視訊會議 有時候同學討論的時候其實也會用視訊啊 對不對 你如果老師用那個什麼 用Notebook前面那一個 你只有一種感覺 為什麼頭這麼大顆 你加上去之後頭就會比較小顆一點 你看這個標準的 有沒有這樣變比較小顆一點 這樣兩個比較一下 這個是Notebook有戴眼鏡的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就有差別 只是說旁邊有可能會有類似像這樣 產生暗角或是稍微比較模糊的情形 那就要看你的那個鏡片 好看鏡片的部分 這樣OK嗎